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霆 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沙提亚提 14号到18号将访问台湾 他参与台湾志工培养深厚情仪 把台湾列为获奖后第二个海外行程 显见他对此行的期待 沙提亚提预计觐见总统马英九 并与多个社福团体交流 他也将在台北新竹发表演说 分享过去35年来 为儿童权力奋斗的心路历程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沙提亚提 14号到18号换妻子访问台湾 五天行程里沙提亚提除了拜会 多个台湾公益团体分享经验 还会出席两场公开演讲 15号在台北张荣发基金会 16号在新竹清华大学 分享他投身拯救同工的心路历程 沙提亚提20多年来 致力于拯救同工运动 帮助超过8万名儿童 免于受到各种刑事的奴役和博削 重回校园接受教育 沙提亚提2014年和巴基斯坦维旋 少女马拉拉 通过诺贝尔和平奖殊荣 她有信心在有生之年终结同工 加里亚提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 各方交约不断 这次应驻印度代表的邀请来台 她表示相当期待这次保岛情 沙提亚提在印度成立的庇护中心 和台湾两家公益团体合作 过去5年来 每年约有近百位志工前来服务 沙提亚提对台湾志工 充满热忱的态度印象深刻 直说爱台湾和台湾人就像家人 能跟台湾的儿子女儿相聚 肯定很开心 沙提亚提也希望此行启发更多人 一起为受到压迫的孩童和青年奋战 为他们争取受教权 中央社综合报导 台湾爆发史上最严重的水禽禽流感疫情 H5N8亚型和全球首建的H5N2亚型病毒肆虐 额和鸭都传出疫情 农委会和禽流感作战宣布最新做法 短期间的这个死亡率有两成以上 我们就视为是高死亡率 他的死亡率 是高的死亡率 我们送来的检体 确认H5 我们就立即扑杀 农委会表示先验H5病毒可以加快检疫 1到3天 目前全台确定感染H5N8或H5N2的水禽养殖场 从9间增加到20间 近9万只鸭额确定得扑杀 其中额占了8万2000只 但压约7000只 另外全台采样送检的养殖场 新增27间累计总共65间 送业养殖场的县市往北来到桃园 显示疫情可能有由南往北扩散的趋势 防检局强调 这波疫情从12月底1月初接获反应 澄清防疫绝无拖延 1月8号 9号 10号这几天 我们就启动全台湾的动物防疫机关 在他们辖内的水禽场 去紧急的访试跟采样 我们一直呼吁业者如果有任何的异常 要主动来通报 因为动传条例已经通过了 如果没有通报 确诊之后扑杀不补偿 而且要被受罚 所以现在业者也担心这样子 所以通报的件数会比较多 台湾全年屠杀3000万只肉鸭 550万只鹅 这波疫情目前影响到的鸭额 约有27万只 占整体产值比例小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台南送宴出一份肉鸡场的检体 这波禽流感疫情是否从水禽类的鸭额 扩散到鹿禽类的肉鸡 有待检验结果厘清 方点区表示检验结果 一到两天会出炉 中央设计者红黄军王毅文 台北报道 舞者随音乐节奏在空中翻滚弹跳 高难度特技吸引民众驻足为观 香港不少百货业者为迎战新年商机 纷纷邀请海外表演团体 带来拿手演出 期盼带动商场买气 波瑶演出的加拿大舞蹈团体 以空中跳舞为主要表演内容 结合舞蹈和攀岩技巧 体能要求更是一大挑战 表演过程没有防护措施 只凭一条钢索支撑重力 让底下观众惊呼声不断 舞团的艺术总监表示 这次在香港的表演 是继台北之后第二次的海外演出 也因为表演场地不设限 让这项创新表演更贴近观众 中央社记者张谦香港报道 堪称非国天主教规模最大的银神赛会 黑耶稣出巡 日前在马尼拉市登场 吸引百万信徒涌入 大伙儿打赤脚走在马路上 忍受刺痛酷热 只为了营亚黑拿撒勒人像 所谓的拿撒勒人 指的就是耶稣 身相巨星已有四百多年历史 1606年从墨西哥渡海到菲律宾途中 因船上湿火熏黑 神父所姓令工匠 漆成黑色 流传至今成了非国 人气最高的耶稣神像 我只有一个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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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有十年轻人 每年轻人 为一个健康家庭 我只有一个年轻人 为一个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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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有一个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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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生会当天约八点 黑拿撒勒人像 就乘坐花车 从纪里诺广场出发 不过才远远现身 来自各地的群众 早已拼命涌向车道 口中并高喊万岁 由于教宗庇护七世 曾预令赦免所有 向黑拿撒的人 忏悔的信徒之罪 因此一路上 信徒们争拉麻绳 静攀花车 勃命祈福 只求触摸神像 远一点的民众 则将毛巾或手帕 抛向花车 由志工擦拭神像后抛回 判借此获得祝福 据飞国当局估计 当天至少有五百五十万人 参加盛会 尽管以动员大批警力为安 但由于场面太激烈 救护车警笛声不断 也让这场宗教盛会 留下不完美的遗憾 中央设计的零行舰 马尼拉报导 美国军舰售台案大有进展 美国总统欧巴马日前签署 海军军舰移转法案 完成对台出售四艘派里级 巡防舰的法定程序 对此大陆外交部批评 美国对台军售干涉中国内政 大陆国防部也同时表达不满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督促美方停止损害和破坏 中美关系发展大局 与中方一道 共同推动两国两军关系 继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大陆国防部表示 中方将密切关注形势发展 视情况进一步反应 大陆军事武力近年来迅速现代化 两岸均力失衡 日前大陆军事学者提出看法 认为陆方绝不会放弃使用武力 必要时依法以军事手段 解决台湾问题 引发媒体关切 大陆国防部则强调 两岸关系近年来和平发展 有利于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至于美国索尼影业 遭到北韩骇客攻击仪式 美方要求中方协助调查 中国大陆和北韩军事关系良好 是否就此和北韩军方接触或沟通 大陆国防部则以 这不是军事问题拒绝回应 中央设计者周慧盈 北京报道 但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美国新一届国会日前宣示就职 共和党全面掌握国会山庄 与位居少数的民主党意见各异 可说是史上最分歧的国会 美国总统欧巴马为了推动政务运作 13号邀请参众两院领袖会谈 他更有备而来 放话不惜动用总统否决权 力保健保和华尔街改革等法案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